而這個時候 加山基地的這個洞庫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點 而罕見的事情是 空軍司令部在這兩天 把這個漢光演習中 加山基地的洞庫 裡面這個號稱最神秘 最能夠保存我們戰機實力的 這樣的洞庫 把它公佈的畫面出來 而且我們看這台F-16B 它上面所搭載的 幾乎是所有能搭載的飛彈 全部都搭載了 除了AIM-120C以外 AIM-9X 還有空射魚叉 簡單來講就是 它把它滿載的狀況 可以對空又可以對地 整個這樣子的狀況得想定 而且它這兩天 在它的基地是怎麼起飛 它飛上去之後 進行了實地的訓練 訓練完回來之後 測試的緊急的整補 整補完之後 叫你再上去飛 而這在所有的軍事專家 認定就是 好 如果有些發生戰役 我在西部的戰爭打下去了 那我能不能進行快速增補之後 再回到我們東部的加山基地 還是反之亦然 所以東西的戰場的轉換 也是在這一次的漢光演習當中 我們看到它空軍的一個兵推 那我要講說 其實今天其實特別有趣 就今天在巴黎 這個時兵操演 對於我們的整個防線 其實是有戰略意義的 我們這次做聯合反登陸的作戰 我們看到一個中調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臺灣在過去十幾年 有個最大的不一樣是 共軍能夠登陸我們的港口 從過去的十幾個到這幾年 其實只剩五到十個 那我們說真的 這次的模擬方面 為什麼變少了 我們變少是因為我們海岸線 有一些變化 它這次模擬 同時是臺北港跟巴黎的海灘 以共軍現在實際 他們其實很難一次公布這兩個點 可是我們一次去做這樣的模擬 就是說好 你共軍如果同時來打我們的台北港 同時打我們的巴黎的海灘 我們能怎麼阻擋 我先講巴黎的海灘 巴黎的海灘 如果共軍真的要登陸 一次只能有幾百個士兵上岸 所以在這裡其實我們是很好 空間有限就對了 空間有限 那台南 目前台灣真的唯一 比較好登陸的一個港口 其實是台南的安平 可是安平港附近 其實我們是重軍把守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只能登陸這裡 那中部我們知道 台中港附近 其實很多小坡塊 大軍很難登陸 南部的很多港口也都水泥化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要守備的範圍 海軍來講會變小 那這對我們這一次的防禦 其實是非常一個好處 所以容易登陸 我們早就部署好了 對 部署好了 最後我要補充 要清皇哥剛才講的 就是他們這隊殲6 有時候改裝成無人機這件事情 我完全贊同清皇哥剛才講的 簡單來講 就是費錢又費力 沒有功能 因為殲6 現在中國有人說 大概四五千台 但是保守一點 可能只剩三千台 依照他們保留一台五十年 四十年的一個戰鬥機的能力 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半 有可能可以使用 那你要把它改裝成無人機 其實所有瞭解 就是你能夠改裝無人機的目的 就兩個 一種功能就是你把它改成是一次性的遙控火箭 飛過來之後 它並不是要假裝成飛機 它是直接要攻擊固定目標 第二種呢 是好你要把它偽裝成在天空飛的飛機 為什麼我講這兩種都是費錢 費力而且不可行 第一種如果是遙控火箭 攻擊固定目標 目前改裝一台殲6 要變成遙控火箭 它花的錢比你生產一枚火箭還來的貴 而且你的速度 你的飛行速度其實比火箭慢嘛 我真的打一枚火箭過來 它可以是超音速兩倍到三倍 殲6這麼老的機型 再怎麼吹油門怎麼快 頂多接近音速或超音速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就改良 你就直接建一台火箭 那你直接打固定目標 效果比你弄一台假的無人機好 簡單講就不划算就對了 第二個是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是 好你假裝是空軍 假裝是飛機 然後消耗台灣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飛彈或我們的防空系統 說得也太天真了 它如果一對多的控制 所有的呆呆的飛過來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那如果是一次控制一台 他也需要非常多的訊號系統 那我們也可以一一的反制 所以簡單來說 我認為他們公佈這個兩架儀式是 改裝變無人機的殲6戰機 還是新戰的效果比較大 是的確 藍平先生 怎麼樣看這次漢光演習 我們不必去誇要我們自己多厲害 但是老實講 面對共軍可能的威脅 我們也不必妄之菲薄 對當然大陸敵情威脅都在 譬如說他農田機場 包括不論是他的殲6 到底有沒有改裝無人機技術 可不可以克服 確實對岸敵情在那裡 所以我們必須要戰備準備 還是要漢光演習 每年都要辦 所以這次是因應解放軍提醒 攻擊台北港 還有攻擊巴黎攤頭 所以我們動員這次 不是只有國軍而已 後備也動員了 軍 緊銷 疫警 所有都動員 所以三軍所有的戰備 所有的包括後備 民防 軍 緊銷 憲兵 這些全部都動員了 所以第一線 因應如果假設解放軍 進入到台北港的時候 殲擊於攤頭 所以我們這次包括海軍布雷艇 第一線在前面 還有包括我們的 AH-64 UH-60的黑音直升機 就說在空中立體 還有包括我們的守軍 進入攤頭之後 守軍還有CM32 包括輪型的雲爆假車 還有包括我們的M60A3 我是裝假車出來的 M60A3就CM11 空軍的話還有IDF 所有包括個型的火炮 8吋流155還有120破炮 42破炮 總共所有火炮14類 這火力很強大 所以空軍立體 我們不像 好 包括共軍最近釋放出來 我最近我就很奇怪 老是陸陸續續 這一兩年解放軍釋放出來的 一個演習都在作假影片 當然也不是說調侃說 對解放軍戰力很差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你演習要作假 很多包括火炮 四射都作假 所以像我們的包括國軍 好像我相信國軍 國軍也有他的戰力 我們都當兵出來了 如果照這樣看 其實共軍想要靠近都很困難 當然我們所以 所以必要我們叫做兵種 協同軍種聯合 就是兼敵於攤頭 你不是說讓他上岸 讓他所有的 解放軍如果上岸的話 拜託 沒有這麼吃錢 我們國軍也不是吃軟飯 都很不容易了 國軍也不是吃軟飯 所以光訓練所有 包括我們的所有部隊 都有擺出來 後備軍警銷 民防這些都出來 聯合士兵 聯合作戰兼擊於攤頭 所以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國軍訓練這麼久 演習都要做 所以我們國軍這些 真的很辛苦 也給國軍繼續加油打氣 所以我最後要講是這樣子 真的國防沒有分藍綠 包括軍售武器這些 不論在野黨是誰 都要持續支持 保護自己 當然啊 共軍都打過來 這些是最重要的 我們守護這片土地 這個才是超越藍綠 不分藍綠 全民都要支持國防部 再來關心美國 中國眾議院院議長裴洛西 即將在八月訪台的訊息 出現之後 中國可以說是氣瘋了 也氣炸 包括在這個國防部 他們的國防部發言人就說 裴洛西是美國政府的三號人物 如果訪台 嚴重違反一中原則 必將對中美關係造成 這個緊張 導致台灣緊張 那特別是胡錫進 真的是又在掰了 他就說 如果美國航母又挑釁 靠近台灣 將被我軍的暗機導彈瞄準 美國航母的編隊 將會被消滅 話講得很大 但是有能力做到嗎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看到 美方他們的內部 又是如何的 在挺裴洛西呢 包括這個美國參議院的 共和黨領先就說 如果裴洛西不訪台 對中國來說 就是一場勝利 美台合作 將是未來重點 再來還有就是 過去的前議長 眾議院議長 金瑞契 他就說 中國不能夠支配議長出訪 裴洛西議員 絕對是應該組一個 國會的代表團 去訪問台灣 請讓美方寫 現在美國內部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訊息 為什麼之前有傳出 包括白宮 都在 好像在暗示裴洛西說 你這趟去 是會有風險的 軍方也給他做過簡報 但是這樣的結果 會不會反而讓外界覺得 拜登政府軟弱了呢 我必須要講 隨著雙方面的 泰勢拉的那麼高 我認為裴洛西 訪問台灣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大家都沒有 轉環的餘地了 我們先講 如果美國 你真的就這樣讓步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世界老大算什麼 亞太的盟友會相信你嗎 你擺了一大堆譜 你說什麼什麼天下為中 演習大大 那大家想說 那你 你是不是花拳秀腿 展示一下而已 中國只要講幾句話 不要什麼成本 你就服了 那我請問你 民主黨還怎麼選下去 因為在美國 他們民意 民意主流民意是非常反中的 裴洛西想要反台 難道不是也是想說 對民主黨的其中選舉 會有幫助嗎 那當然也可能是 他對他自己 生涯定位以後 一個最好最後的禮物了 那所以呢 泰勢拉到這麼高 美國很難轉環 那中國這邊 我就覺得更有趣了 中國你看 胡錫進這些人講的話 我必須要講 第一個 你在吹牛吹太大了 你的航母叫出來嘛 你的山東號 你的遼寧號 你比起美國的航母 你能看嘛 美國航母一編隊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四百公里以內 你都沒辦法靠近 你要把人家集成 你還要半飛 就他在講 可是結果會造成什麼 我都懷疑他故意在高級黑習近平 我講得那麼大聲 搞得大家義憤填膺 民主主義這麼高亢 你習近平有服軟的餘地嗎 讓習近平進退兩難 對 這裡面你都不排除中國內部反習派 也希望把態勢弄到那麼高 讓你習近平進退兩難 讓你遇到真的是火燒屁股的難題 所以當兩邊都有內部的政治需求的時候 你叫他們怎麼服軟下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就要來講 如果裴洛西會來 可能會什麼時間點燃 現在傳出來就是說 在招兵買馬 可能就他這個習近平跟拜登 共和黨民主黨的議員 應該都會跟著裴洛西起來 已經在揪了 而且後來又聽說 之前就在揪團了 可能在揪團的過程當中 有議員把這個消息才走漏出去 也有這樣一說 那有一說 就是說可能八月份要來 那我必須要講 如果八月份真的就來成型的話 那確實會 雙方會高度緊張 為什麼 這我相信也是拜登政府 可能極力想跟裴洛西溝通的 因為八月份卡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北戴河會議 炮聲隆隆 你怎麼弄美中關係的 現在第三號人物都要訪問臺灣了 習近平遭遇的難題一定會非常的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八月一號是他們的建軍節 所以這裡面解放軍意義又重大 所以裴洛西溝八月份來的話 中共反應的強度一定是會很強 那有第二種說法就是說 那有可能和緩一點 就是九月份 那如果九月份的話 那請問你 如果說真的願意去推遲到九月份 那你中國你要拿什麼出來讓步啊 人家才九月份來嘛 對不對 更換美國三權分立 行政權不能干預立法權的嘛 那這裡面檯面下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但老師如果真的一拖再拖 對拜登是傷 是 我告訴你 那表示中國成功啦 我嚇一下你 你就一直退一直退 聽說中國那邊最想是什麼你知道嗎 聽說他們非常希望拜習會通話的時候能夠喬到最好二十大以後 但是我覺得二十大以後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美國的顏面至於何地 已經十一月了嘛 而且你要期中選舉完了嘛 所以你從裴洛西來的時間點 然後大概就可以推斷出來 還有拜習會之後的通話之後 兩方面講的話大概就可以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那個可能的回應的強度是什麼 那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欲為因應